好 不過現在大家還是習慣了 到外面去的時候 到一些餐廳或者是到一些地方 都一定要做這個簡訊 實聯制掃QR Code 但是呢 現在是說簡訊實聯制 三億元的預算就要花完了 未來大家也開始擔心說 會不會呢 就因此導致這簡訊傳不出去 行政院長蘇貞昌跟NCC主委 陳耀祥都表示 如果超出了預算 希望電信業者共體時間 掃一下QR Code 疫情以來到現在 全台實聯制簡訊 發送數量超過二十三億 但預算偏偏只有三億元 錢花完了 簡訊會不會就送不出去 蘇貞昌跳出來幫忙緩夾 但同樣是疫情衍生出來的五倍券 官邦公司承包的五倍券 觀望裡頭竟然出現簡體字 願以繼日二十四小時努力 非常辛苦壓力也很大 瑕疵沒做好 那就趕快更正把它做到更好 除了五倍券外 官邦公司從去年新鮮衛福部 標到口罩預約系統 再到一文振興疫苗預約平台 到這回五倍券通通都被發包 總共加起來發包官邦 總共兩六億六千七百九十 而且還不包含實聯制 限制性招標 全部都只有他一家來一家 請問一下全台灣現在就只有 官邦這家公司是可以開發 這個大型系統嗎 我們有自己的一個行政的體系 相關的一個估價跟相關的討論 陳時中雖然強調是經過專業評估 但拿了預算也沒有做到足夠水準 民眾全都看在眼裡 華視新聞 華麗麟 台北報導